在北京机场,我没看清楚那个给我箱子的人。除了那个箱子以外,他还给我一张纸。那张纸上说别打开那个箱子。通过了海关以后,我会给你打一个电话。 你可能想,为什么他给我那个箱子?我住在美国,可是现在我不能回家,我上了老板的当。现在,我买不起一张机票,因为那个老板骗了我所有的钱。 我需要回家,所以我要找可以帮我的人。好在我发现了一个人,可是他也要一个人帮他。如果我帮他的话,他就帮我。 我没有钱,所以我只好帮他。可是他要我拿那个箱子,很可疑。可是我宁可帮他,也不要不能回家。